這些留言只是一小部分 大概我那個時候 打官司又把所有的東西都印下來 大概印了 好像有一千四百多張 心理狀態就有一些變化 每天哭 對 就有一天 我睡覺醒來的時候就看不見了 妳就不要講霸底 妳就說我要包含他 對我多妨害名譽 還是怎麼樣之類的 然後最後就記得拿那個包含單 接下來妳就可以自己 照著那個包含單上的單號 去網路上面查他的精度 因為那時候眼睛是被紗布蒙起來的 每天生活就是房間廁所 房間廁所 那時間到了我阿嬤會送餐 來我房間門口 但是我覺得很像那種犯人 偷開門 然後磨找到東西拿進來 再關起來就鎖起來 妳把妳自己關起來 越關就越黑暗 心胸打開來之後 妳要很真誠地面對妳自己 這是我們常常講的自覺 分期待